嗨,欢迎回来,我是优妈妈妈 日本的百元店每个月都会出新品 看看我常年爱用的小物有哪些吧 如果这里边也有你的心头爱 欢迎留言区握个手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最后会分享两件新品宝藏好物 话不多说,开始吧 这个锅盖架用了有六年多 耐用又很好清洗 这边有三个棱角 可以用来放各种尺寸的锅盖 长筷子,汤勺,锅铲都可以摆在上边 下边有一个托盘 所以锅盖上的蒸汽水滴 也不会流到瓦斯炉附近 做饭时无处安放的厨具 有了它就不会手忙搅乱啦 硅胶菜块最大的优点就是 很好护理,而且很耐用 竹子做的筷子前边很容易裂化 炒菜久了就容易变得焦黑 需要经常更换 硅胶菜块耐热140度 用了三四年也没有发生裂化的痕迹 唯一的缺点就是前端稍微有一些软 翻炒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加有重量的食物的时候 会有一些吃力 菜刀洗好之后收到抽屉里很湿 直接放在沥水栏里又觉得有些危险 大创的菜刀架可以挂在沥水栏边上 挂在里侧也可以 但是我担心拿网块的时候会碰到 所以挂在外侧 配合一个硅枣土的吸水板 这个架子不仅可以放菜刀 厨具、杯盖也可以放在里面沥水 好刷的保鲜盒 你知道大创的这款明星产品吗? 普通保鲜盒的盖子有一个很不容易刷到的边边 时间久了 很容易有异味 大创的保鲜盒盖子边上没有凹槽 非常光滑 不容易藏污纳垢 盒子本体也没有这层边边 非常容易清洗 然后呢 从两边都可以打开 而且是安心的日本制 耐热140度 耐冷零下20度 没有用过的小伙伴 非常建议买来试一下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架子不用的时候可以折叠起来 收纳很方便 不占地方 我通常做饭的时候会拿出来 套上垃圾袋 用来放生垃圾 放在料理台上 扔垃圾很顺手 开口大 不容易把垃圾扔到外边 四边有支撑 扔很多垃圾也不会倒掉 你住的地方可以每天扔垃圾吗? 日本一般一周两天垃圾日 一到夏天就很苦恼 生垃圾的味道 有的主妇据说会把生垃圾 冷冻到冰箱里 垃圾日再拿出来扔掉 下一件常年爱用的是冰箱收纳盒 透明的设计不影响冰箱内的采光 白色的盒子摆多了会挡住冰箱内的灯光 而且里边的东西一目了然 前边有把手很方便拿出来 拉出来以后最里边的东西也很容易拿取 然后是冰箱门的收纳 这里太浅 直接放东西很容易东倒西歪掉下来 大创的这款盒子大小真合适 增加了高度 这样袋子就不容易歪掉啦 冷冻区的爱用品是这个可以自由调节宽度的架子 让食品盒不容易东倒西歪 增加收纳空间 前面放的购物纸袋 用来放袋装的冷冻食品 它让浴室镜子上的水垢无处遁形 大创的刮水器很平滑 没有多余的棱角 不容易藏污纳垢 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 而且正好可以挂在淋浴架上 方便收纳 每次洗完澡之后花一分钟 把水汽刮干净 就省去了年末大扫除 处理水垢的环节啦 你用什么办法来晾枕头呢 大创的晾枕头网 大学的时候买的 用了有十年 很不起眼 但是非常实用 优点是不占地方很好收纳 配合一个晾衣架 一次可以晾两个枕头 也可以用来晾干抱枕和毛绒玩具 它让插头服服贴贴 正常插上插头之后 电线就这样悬在半空中 不美观还很占地方 有了这个小小的转换器 电线就可以贴顺在墙边上 这样就可以贴着墙放家具啦 美观 又多出两个插销 养生胶带 看上去普普普通通 但是却非常好用 解决许多居家烦恼 比如想往墙上装饰照片 但是怕破坏墙纸 用它 想往食品袋上记录开封日期 用它可以当作标签使用 比标签纸实惠很多 封门衣服上粘了毛绒不美观 也可以用它 还有最常用的方法 就是用它固定垃圾袋 可以重复使用 超级实惠 这个垃圾袋一直活跃在我们家的洗衣房 可以直接放在台面上 我用它配合大创的磁铁收纳盒使用 做了一个小小的悬浮垃圾桶 中好可以扔洗衣房里的小垃圾 化妆棉 牙线 洗手池的垃圾 还有烘干机里的毛绒 满了之后可以倒掉重复使用 厨房排水口的过滤网 它的优点就是不沾空间更好收纳 网洞更细 小垃圾也可以被拦截住 像一个小头套 有一种莫名的喜感 但是缺点也是网洞太小 煮面的汤倒下去以后容易堵塞 副包带收纳神器 副包的肩带总是这样挂在两边 不美观 而且容易被车门卡住 很危险 用这个固定带像这样卷起来 然后固定 就美观又安全了 我val producción 是4个门 osa 体 dois 就是 皮 尤品 记得 感谢您的订阅和支持 我是Yuma妈妈 下期见